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0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东全线第五处完工启用的亮点示范站 大五箱南星文件站 10号在现场饶庆林还有长辈们一起举行 别开生命的升旗典礼之后 正式开学开站启用了 也打造了适合各个年龄层使用的公共空间 还有建制体势能的运动设施 要让文件站的服务升级 也可以促进部落长辈们生活更健康 先长饶庆林与长辈们共同经理升旗 为大五箱南星文化健康站开学开站启用揭开序幕 这是台东全线第五处完工启用的亮点示范站 并使用校园旧校舍 打造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公共空间 及建制体势能运动设施 让文件站的服务升级 先府也期盼各文件站能朝同样目标迈进 在大五箱呢 我们就特别看了一下 除了南星的这个文化健康站 零距离非常强 承办的这个单位非常用心 所以我们当初找的时候不是色飞标 是真的很认真 所以刚刚美林科长还有讲 还有没有机会 还有机会 但是我们要先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 县长尔庆林也提到 上任后非常重视文件站的业务 并要求原民处要认真经营 而在大五箱这一年也增加两处 全线就达到九十一站 居全国之冠 因此县府积极安排各种活动 带领长治们多元学习 快乐健康老化 老化是一定会的 所以台东县政府其实要比其他县市 要更早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就非常非常重视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我就跟我们方处长说 我们的文化健康站要认真经营 所以我如果没记错 黄乡长上任之后是多了两个文化健康站 我们吃在地食当季快快乐乐大家一起 像我们去年也带了大家去看电影 那也许过明年有机会在大家去配眼镜 随后容县长也一一巡视亮点文健站各间教室 宽广的开放式厨房 未来也考虑作为符合并级餐饮证照考场规划 让文健站空间能多元使用 而县府也期盼借文健站的服务升级 能促进部落长者晚年生活更健康 就讲解大五项报道